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经济节目 我们这一期是在明镜火拍跟大家播放出来 在这一集里面实际上也是继续我在这个研究院的另外一个节目中间 问了陶杰先生的一个问题 当时我就说为什么是四国元首峰会 而不是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同样是民主国家的南韩 为什么没在里面 新西兰为什么没在这个里面 那我接着来请教我们的王俊涛博士 那么假如四国元首峰会建立起来 那您觉得如果它形成一个比较相对长期的机制 那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他们是怎么选择呢 他们会加入到这个体系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体系主要这四个实际上是核心国家 他们已经明确这个在拜登啊 还有在普遍都已经明确说 要把东南亚国家特别和中国有纠纷的国家 都要纳入到这个体系 而且在美国的国防部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国防部长呢 就是被这个被川普给解职了 后来有一个叫这个代理国防部长 那之前的那个国防部长呢 他还说过要向这些愿意去抵抗中国的国家提供一些武器 包括作债平台 先进的作债平台等别 就说明了在这个军事同盟有他们 但是我想回应一下彭涛博士刚才说到 其实呢印度啊 对于加入这个体系 印度的优势在于 他的司法体系 其实和英美比较接近 因为他毕竟是过去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他的加入的迟钝在于 他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 过去他和南斯拉夫啊 前南斯拉夫是共同领袖 前南斯拉夫倒掉之后 实际上他在第三世界中的感召力啊 不下于中国 只不过是中国手里有两张牌 一个安理会长征人理事佛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经济的这个现金 这个流量 但是在道义的影响力上 其实印度比中国还大 在这方面 所以我我觉得呢 这个美国实际上拉住印度呢 在制度上啊是有他的亲和性 只是印度要有一个传统的外交上 一贯定位是不结盟运动领袖 他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软实力的 他要会付出代价 那么其他的国家 比如像南韩吧 南韩主要是呢 南韩的选举啊 非常不稳定的政治 这种政局 而且南韩在左派一般都是 有比较轻度的反美 或者重度的反美倾向 这是美国其实一直比较警觉的 南韩的军方和美国合作的很好 新西兰是一个传统的 就是一个和平国家 新西兰现在大概 他整个的全国的兵力 大概只有两个团的陆军 他的海军和空军都是澳大利亚在协防 而且他是作为无核来说的话 他坚决不许美国的核动力 和共建靠岸新西兰 他对美国的军事上的这种访问 他都是采取拒绝态度 所以他不会加入任何一个 就是针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军事同盟 这是他的一个就是新西兰人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这点上没有包括新西兰 但是呢在安全分问题上的会谈 比如涉及到如果北京对于安全的会谈的话 他会把新西兰纳入到这个范围来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无论是产业链的重新的这种布局 还是在气候等等这些问题上 美国呢拜这个拜登内阁的这种 在全球的重新回到领导位置上的重要的议题 就是个安全安全安全 人类呢社会的未来需要安全 比如健康啊食品啊 还有像全球打击犯罪啊 军备控制啊 还有像气候和环境啊 这些都是要安全 亚太的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也是安全 他这个产业类的重新布局呢 他也不是从经济的角度上说 和中国要搞什么脱钩或者对抗 或者抑制中国发展 他就是从他的一些 比如医药生产啊等等 不能依赖于中国 他当解释就是说 要把它放到一个跟我们制度上放心的 相同的放心的这样的国家中去 那印度就会比较合适 其实印度是一个世界上医药大国 在这方面它的出口啊 比如像对东南亚的这个医药援助上 印度的援助是百万级的 中国是十万 是十万级的 就是每次出手的 他比中国的手笔还要大 所以我想的话就是如果往下走呢 东南亚国家呢 是美国要纳入进来的 但是核心呢 还是这四个国家 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代表性 各有各的长处 当然 敌人的朋友就是 敌人的朋友 彭教先生 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啊 就是敌人上台之后啊 那么欧洲的国家啊 一方面觉得美国回来了 我们欢迎 但是另一方面呢 欧洲还坚持自己的一些举荐 对吧 那您觉得这个亚太的四个国家 那么虽然他们也有这个首脑会议 但是另外三个国家 澳大利亚 日本和 这个印度他们是不是 和美国的关系也不是 有些人所认为的那么密切 还是他们在跟中国的关系上面 有他们自己的很大的主导性 有点类似欧洲 在对抗中国这个问题上 日本和美国和澳大利亚 和现在的印度都有共同的 有共识 有共同利益在里边 但是呢 就像刚才你谈到的 那个日本跟美国的关系 大家知道 它具有那个和清河的关系 也清河的一面 同时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 日本的那个 八十年代就吃个苦头 一个贸易战 第一个贸易战 就是美国跟日本打 这个美国被打败了 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关系 也是比较暧昧的 美日本是在军事上 在地缘军事上 是立不堪美国的 特别是面对这个北朝鲜 和这个中国这个两个 还有包括俄国对这个 这个这个军事压力制 这个威慎之下 它必须靠美国 但是日本就是 它在这种重塑性的决定的 但是在经济上 在其他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那个什么 地缘政治的那个意地上 日本跟美国人 还是有冲突的 也就是说 日本跟美国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比较暧昧的 但是因为由于 由于那个什么 这个几个专制国家 在他大门口 这个这个什么 守着他的大门口 随时威胁他的完全存在 他当然 他不得不依靠美国 在军事上 他无法 摆脱美国这个关系 包括南韩也是一样的 尽管现在 文在寅 政府比较主 反美情绪比较强 但是在军事上 仍然是 也不开这个美国的支持 但是他跟日本又不一样了 因为南韩跟这个 就是说 至少文在寅政府 对跟美国的关系非常不好 还是是属于 属于就可以说 属于是一种 互相互相 就是说 不太认可的这种状态 而澳大利亚 这是因为之前 以前跟中国的关系 特别近 主要是 这是因为贸易战之后 跟美国走得很近 所以说得罪了 这个北京 北京开始 对澳大利亚进行 这个贸易战 这个 就是什么 澳大利亚和北京关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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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至于以后 会不会有没有好转 现在还 继续看不到 在这种迹象 印度关系 刚才会谈 印度 他也是在利用 就是说 因为就跟中国的 这个这个边界问题 不仅是中国边界问题 中国 比如说 印度要进入 那个联合国 厂商 历史国 其他国家都同意 就中国不同意 这让印度非常伤心 非常扯 这个什么不满 这个边界问题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边界 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印度 这个这个对中国 这个这个压 他认为中国的压制 这个压制和威胁 威胁这个印度的 一个崛起 在这个方面 印度是非常非常 那个就是说 心疼 心怀的这个什么仇恨 所以说 边界问题实际上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借口 是一种一种发泄的方式 所以说现在印度当然 由于这个跟中国这种地缘 地缘竞争的这个这种态势 倒是印度不得不先的转向 投降美国 以前是因为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冲突 那个美国站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那边去 这个印度和美国关系非常糟糕 现在局势改变了 因为巴基斯坦在美国 站在中国这一边 这个美国 美国选择了这个放弃巴基斯坦 而站在印度一边 因为看到印度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说这个改变了 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这是印度现在的一个情况 但是印度跟以后 跟这其他事国的关系 是不是会更密切 或者说是不是以后 还会出现一些一些分裂 或者说保持剧烈的一些状况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那是不可能 就是说不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印度毕竟是一个 非常有独立意识的一个国家 这是非常独立 他是要在南亚做一个 以前是说在南亚 因为他是他的地盘 由于中国 弃翻了他的他的这个利益 在他的周边国家 包括巴基斯坦那国 这些国家 这个这个印度 他对中国的印度非常头疼 因为印度等于是在割他的地盘 让他这个南亚的 那个什么经济 那个影响力受到威胁 所以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 决定了这个印度跟美国的关系 走得是 就说走得多近 有多近 日本啊什么澳大利亚 他根本就不算数 主要是美国 美国要跟日本 要把印度拉进来 那来二字中国 所以说在东南亚 美国已经看到了 谁在东南亚 朋友朋友越多 谁就都迎遇到了亚太 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地盘 就能够掌上风 中国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说对东盟也好 除了印度 印度这个 不过中国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 现在好像有好转 就是说北京也会 全力以赴 这个来 来面对这个印度的 跟印度的边界冲突 这个冲突 一个是第一 北京说你要给我 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 原理我解决 咱们咱们可以可以可以 我封背到底 但是如果说 我们就说 大家都可以 就是说 就是说 推后一步的话 我就说北京也是 也是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而且就不屑 当然更不屑 完全不希望 跟印度走到 走到这种对立的局面去 让那个什么印度 把印度推到美国的怀魂里边去 美国是看 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但是坚持 这不是不愿意 是不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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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北京也在 美国和中国 全力以赴在东南亚 包括那个 就是说 亚特地区 争取没有 谁的没有愿意 越多 谁就在这个西太明洋 和那个 这么印度地区 成为主导 主导 好的 那么我请问一下 郑志光先生 你认为如果有了 这个四国的 所谓的 这么一种 峰会的 这么一种框架 那是不是 对于东盟国家来讲 反而是辛苦了一些 这样的话 中国就在东盟国家 就没有那么强势 反而要拉冷 或者是跟东盟 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要说东盟问题 还得把这四国联盟说清楚 这个四国联盟里头呢 这个日本是这个资本输出国 技术输出国 澳大利亚是农产品输出国 和矿产品输出国 那么现在呢 他们和中国都有非常深厚的 这种经贸关系 那么怎么样这个 给他们以希望 就是美国要给他们以希望 那就是把印度拉进来 让印度承接日本的技术 资本 和这个进口澳洲的 这个农产品和矿产品 显然这个美国 印度和中国 这个叫龙象之争啊 他们是第三世界的两个领袖 过去的所谓两个领袖 毛泽东说第三世界 他们一直是竞争关系 一直是竞争关系 那他现在在搞资本主义 搞社会主义 他们就是竞争关系 搞资本主义仍然是竞争关系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美国呢 就是要搞定印度 必须有这个帮手 那么帮手就是说 要让这个日本和澳洲 也给日本和澳洲 以这个出路 如果说抛弃了中国 出路在哪 出路就在印度 所以我觉得四国机制里头 关键是要把印度搞定 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 都可以出手的 你新西兰和澳洲是同构的 所以有了澳洲就够了 新西兰就来捣乱的 那么韩国也一样 韩国和日本有竞争关系 不仅有经济上竞争 还有政治上的竞争关系 所以呢 韩国近来也 也可能是一个捣乱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 在四国里头呢 这个 四国之外吧 这个美国和韩国 台湾都有这个军事合作 和这个日本和澳洲 都有这个同盟条约 但是呢 和印度没有 所以四国会议 关键是 这个美国要拉着日本和澳洲 搞定印度 搞定了印度 才能够考虑东盟问题 在这个之间 你印度搞不定 东盟天然的 会这个 和和中国 搞好关系 因为家门口的事 他不可能说处于战争状态 那就是像新加坡 他们就是个很 很清晰的例子 他们是小号的印度的状态 他不愿意选边站的 对不对 那你印度 现在是不得不选边站 作为大国政治 没有 没有别的出路 所以欧盟 东盟国家 它是一 一些东东南亚的小国 它本身 共同行动力 实际上就不够强的 所以搞定东盟 不如搞定印度 那么 东盟从来没有说 是要跟中国去对抗 但是印度绝对是 有这个雄心壮志的 那么就是说 他把中国挤到一边去 那么和美国代表的 这个西方世界来合作 这个局面就很顺 而且这个合作呢 可能也会持续二三十年 为什么和中国持续了三十年 这个合作走不下去了呢 所以政治原因 我觉得都是表面的 根本上的原因 根本上的原因 就是中国要 这个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就是作为国力 要走下坡路 而印度呢 正是年轻的大国 要走上坡路 当然这是要跟资本技术合作的 那么这个时候 西方国家和 和中国这个关系 慢慢疏离 和欧洲和印度的关系 逐渐拉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然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 这个意识形态面的东西 一直存在 谁 大家过去为什么可以忽略 现在都可以不忽略 这就是因为不可容忍了 所以我说过去 中美关系是苟和 汪洋把它叫做夫妻关系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中国这个 如果说汪洋 形容夫妻关系 那中国肯定就是老婆了 这个老婆 现在年老色衰了 那美国就看不上了吧 对不对 就要去找印度啊 那边这个 美国人 美国人不是这样的人 说年老色衰 你不要跟我讲美国人 我就在讲 美国人支持的这个华尔街 对不对 资本市场 华尔街是替所有美国人打理理财的 我特别反对这个很多 我们华人朋友说的这个观点 说这个包括美国一些人 说华尔街是万恶之源 华尔街就是你们美国人最恶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这恶打引号的 就是你的经济驱动力嘛 对不对 你的养老金就在华尔街 你美国人投股票什么 都在华尔街理财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美国和印度好 是挡不住的 而且好 一好就是二三十年 三十年以后 我估计又不好 我就这么说了 就这么说 三十年后咱们可以再衡量 二十年到三十年间 如果印度的崛起 可能 要如果的印度崛起 像中国目前一样 有危害了美国的利益 不是危害了美国利益 根本上来讲 就是他的那个人口老化 如果说他像中国一样 很愚蠢的 还要搞这个计划 那就仅仅因为人口老化 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硬指标 就好像那个义夫贤先生 我们也是朋友 他说 他铁口刚才说 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 当然他是个综合性的说法 根子就是因为这个人口红利 消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自然铁律 自然铁律 中国多少人 美国在两亿人 中国这些十几亿人 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 我们在说中国和印度 是东方国家的时候 又是说的 他的创新力不强 他的这个 他是技术输入国 你可以有很多资本 但是呢 资本都会 都会散去 因为你没有 没有占据技术高低 为什么欧洲 你看欧洲 没有搞第二套体系 就是说 所以互联网创业 欧洲几乎很少 只有中国在搞 对不对 就是因为在 在欧洲 他就是谷歌的分布 苹果各种 各种美国公司分布 他实际上欧洲和美国 是共享的 你像那个 荷兰的阿斯麦 就是制造光刻机的 我们现在就讲芯片 你让美国 美国挤的日本 把日本芯片业 就给击垮了 完了以后 把这个疏散到了 这个韩国和台湾去 对不对 台湾的这个 所谓台积电 现在工艺是最牛的 先进制程最牛的 但是所有的设备 都要从荷兰买 荷兰的阿斯麦 阿斯麦的这个 机器是德国造的 技术是美国的 所以人家 也不完全 也不完全是美国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大概这么讲 就是美国不允许阿斯麦 给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卖 给任何人都不可以卖 他的这个设备 对不对 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 等量奇观的说 你是一个国家 我也是个国家 好 两个国家一切平等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说美国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欧盟作为另外一个国家 这样来看 东盟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和国家不一样 在经济上的这种 合作对立的关系也不一样 按说来讲 欧洲 美国都会争取和东方国家合作 东方的 这三个地区性的 大国 东盟 印度和中国都会 他是相反了 就是说东盟 印度 中国 但在未来 他就是一种竞争关系 都是竞争 这个资本和技术的 因为你资本的技术 是欧洲和日本 美国都是资本 都是资本输出国呀 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来讲 他们就是说 好 我有年轻的 我能拿出来的 就是年轻的劳动力 还有这种 野蛮生长的法制体系 印度为什么药品好啊 就是他不保护专利嘛 他不保护专利 所以他药品生产就很厉害啊 中国是一些过期的专利 他生产就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但是他技术原创性不行 这可能 这个是一个现状 我们不要去总结为什么 现状就是 技术的高地 是在欧洲和美国 在日本 不在这个 所谓的东方国家 不再像什么台湾 韩国啊 东盟啊 印度 中国 不在这里 这要看美国和西方 是不是成功的 能够把这些技术的机密 继续的 这个 抓到自己手里 不被东方窃取 如果说 这就做不到 东方 我觉得窃取 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打架 打架 这个吵架 找借口的 窃取 从来不是问题 问题在哪 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 我觉得你看你不顺眼了 就这么讲 就看你不顺眼了 那过去的时候 不是窃取 是公开让你看 公开让你拿 对不对 帮着你去搞 但是帮着搞 都没有办法 让对方产生 技术上的原创能力 你这个不顺眼 为什么不顺眼 是因为你 威胁到他的 这个经济成长了 或者美国的经济利益了 所以说他要遏制力 不不不 美国怎么崛起的 美国就是欧洲的技术输入啊 欧洲的技术和资本的输入啊 是不是对欧洲有威胁啊 你是有种说法吗 不是问题啊 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制裁 在经济上打猫一战 如果一个国家恶弱 你这个技术 你技术没法 没有原创性的话 你这个 你这个一等国家 地外用 就根本就保持不住的 没有说 我就是制造能力强 我没有技术研发能力 那不是 那是一个全面的 那个是靠保护 是没有结果的 一个是人口 一定是源源不断的这种 原创的技术产生出来 这里边就说 一个市场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 打个简单比方 如果硅谷 现在没有新东西了 就是 就是苹果啊 Google啊 微软这些东西 没有 没有马斯克特斯拉起来了 没有这个东西 那 理论上讲 那我理论上讲 美国一定会输给中国 理论上讲 因为就 完全成了 完全成了这种复制 扩张 那就看谁节俭 看谁管理上精细 嗯 OK 那 郑书康先生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讲的观点 作为 20秒 30秒的整结 OK 观点就是跟 彤涛争的 他要不跟我争 我就不说这个话 这就是 我觉得这是个 很边角料的一个话 就是我的核心观点 就是说 四国联盟里头 一定是要搞定印度 搞定了印度 东盟只要和睦就行了 不可能把 让完全让东盟进来 在现阶段搞定印度是核心问题 OK 好的 谢谢我们各位专家 共性的很好的意见观察的角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